3 2 1 Let's Battle 歡迎大家回來 4月29號香港Pokemon Miss Season Showdown 第六回合 也是今天初賽的最後一回合 台上有小軒對Johnny 以我所知 Johnny是你的好朋友 你對他終於上這個實況 你有什麼看法 他們現在兩位的戰績都是四勝一虎 如果贏了這場 就基本上確定可以進入明天的淘汰賽 所以我都幾位Johnny興奮 同時小軒也是很強的對手 我們可以看看兩邊有什麼精靈 小軒那邊就是立方秀二 卡托琦琦 卡托明明 風速狗 紫月劍和狂岩怪 而Johnny那邊就是卡托蝶 巨金怪 如龍 卡比獸 格拉格拉 以及卡托 卡托 卡托 明明啊 我經常找不到名字 很多卡托 就這樣看兩邊的隊伍都比較標準 Johnny那邊的巨金怪比較少見 巨金怪其實我最喜歡的Pokemon 我都覺得巨金怪閃的時候特別漂亮啊 各位有沒有很贊成呢 其實這樣說回來 其實可以看Johnny那邊的隊伍 其實他會有卡比獸 或者這些Counter 其實開希空 小軒那邊可能立意就不可以 這麼輕易地開希片空間 或者被龐眼怪發揮 對 還有我們看到小軒那邊 有很經典的AFK組合 就是鳳神犬 阿勤南 琪琪 菲尼 還有 紫魚劍 卡托娜 這個很有名的火水草聯防 其實都是一個很高的彈性的隊伍 好啦 現在我們Round 6即將開始 咦 兩位又是差不多一樣的 為什麼 都不同顏色 是的 Johnny跳白一點應該就一樣 好啦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小軒是用風速狗和卡托琪琪 而對面Johnny就是用巨金怪 用塔布拉來 很特別的巨金怪是閃 而且巨金怪其實在我們今年的META 其實是一個比較少見的精靈 不知道Jeremy有沒有覺得 對巨金怪這隻東西 有沒有什麼抱負呢 在這場上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巨金怪 他的特性就是這個行程之驅 他是不會成功被威嚇 就是說 雖然對面有隻風速狗 但是他的攻擊力依然是這麼高 但是我們看到小軒這邊 就成功搶了個博武場地 對啦 而風速狗也有他的火系的打點 來威脅巨金怪 所以其實見到小軒這個手法 其實都有他的優勢 對 其實現在這樣看回 其實巨金怪未必在場上 可以繼續在場上發揮 其實因為對面鳳神犬 Johnny選擇換走他的塔布拉來 換上這個鯉魚龍 其實可能是希望盡回一個威嚇 降一降對面 其實風速狗很大的威脅 對巨金怪真的 而這隻可能都是為了吃這個 塔布拉來的水招 竟然是小軒這邊的風速 使用保護 看看 而這個時候 Vinia用了自然之路 將這個鯉魚龍的攻擊減半 而這個時候 巨金怪用了高速移動 將他的速度乘2 那現在本身 這個風速狗是最快 就變了巨金怪快去去了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位置其實把握得很好 Johnny 雖然有隻風速狗在這裡 用這個火系招式威脅 但是他都很勇敢 即是夠僵地用這個 然後他很高而動 最後現在是獲得優勢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對了 因為呢 其實現在 現在場上巨金怪 是很怕風速狗 一下火焦 去令他很大的傷害 但是Johnny 不單止換上一隻 李雨龍 希望可以counter風速狗 而且巨金怪的速度上 都比風速狗快 希望可以一起 集火下去 令風速狗快快離場 令到巨金怪 可以有一個 一個發揮的機會 這個時候被威嚇的風速狗 都換了指揚劍上來 而Johnny這個時候 派上了卡托蝶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卡托蝶就在這個場上 搶回精神場地 而我們看到巨金怪 這個時候 用2Z技 好啦 給我發氣一點 OK 講名吧 講名吧 指高精神 破壞球 那打哪邊呢 會不會打 打向紫魚劍那邊 紫魚劍有你的名字 紫魚劍真的很紫 但其實這個傷害 都只是扣到紫魚片 差不多 四分之三 而Vimpy使用一個黑霧 可以令到剛剛巨金怪 原本升速的能力 現在降低 是慢了 這個奇奇 其實 剛剛見到自然之路 和黑霧兩招 其實都比較是 防守向 即是 用來 support隔離的精靈 所以 剛剛巨金怪的 高速移動就沒有了 所以Johnny 我想在這兩三場 都要留意 這件事 那 紫魚劍會上來 扣了一些血 但其實都很威脅 對面的 carport蝶蝶 而巨金怪 也都很少說 有這個打點 可以威脅到紫魚劍 那可能摺下來 就是看紫魚劍 可以大大力地打去哪一邊 而且現在看回 其實巨金怪 在場上 已經沒有任何 特別好的優勢 那其實對於Johnny 是一個很大的 而你看到 其實紫魚劍一下的熱印 可以令carport蝶蝶蝶受傷很多 但是紫魚劍的同事 都要離場 因為 這個時候 看到紫魚劍都用葉刃 但是 這個時候 逐流 就打不中對面的蝶蝶 不會成功收到他的頭 但其實都幾痛 這個時候 巨金怪用睡星拳 可能是薄加攻 成功加攻擊力 碎星拳 是使用之後 就會有一定的機率 會攻擊 上升 其實巨金怪 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在這場上 其實巨金怪 有很多的 令到自己有強化的機會 但是其實 奇怪了 因為對面的carport蝶蝶 其實有黑霧 這招 令到他所有 本身強化了 都會變回霧 其實可能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沒錯 其實我想這個 黑霧 對於Johnny這邊 其實真的有他的用處 還有 見到其實 巨金怪 他的血量 都可能 應該是 火腿的一個範圍裡面 但是Johnny 保護巨金怪 可能又要犧牲蝶蝶蝶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小謙的風速9 其實真的給了Johnny 很大壓力 由頭至尾都是 給了小謙很大壓力 給了Johnny 當然 其實現在的巨金怪 依然在場上 但是其實 他會不會可以令到 小謙會有更大的損傷 其實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其實他會不會 很難要去卡破蝶蝶 去保存一隻巨金怪 巨金怪 使用保護體 你都想繼續留著巨金怪 不知道卡破蝶蝶 會使用這個精神強烈 希望可以攻擊風速9 令風速9 血量比較低 但是風速9 仍然都吃回血果 其實回復一個穩定的血量 但是依然會在下一次 卡破蝶蝶的攻擊範圍之內 但是這個時候 邵軒也成功獨中 Johnny保護 這隻巨金怪 就用閃炎衝鋒 打這隻卡破蝶蝶 令到對手 也沒有機會再搶回 這個精神場地 這個時候 奇奇 就用這個逐流 打中這個保護 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看看Johnny 究竟選擇換什麼 上場 他選擇換布里龍 再次做出剛剛的威嚇 可能就會令到巨金怪比較安全 其實主要都是希望可以 李玥龍 其實希望可以 counter風速9 但是來到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到底Johnny 是不是依然要保持著巨金怪 其實巨金怪 一直想保持巨金怪 保護著他 但是令他失去了很多的優勢 那不知道小軒現在這邊 會不會是想著 儘快搞定Johnny 為什麼要保護這麼久的巨金怪 是啊 沒錯 我非常同意 另外一個看點就是 鳳神犬有很多種不同的配置 會不會有這個電械招 可以打到這個里魚龍呢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以我所知 風速9 其實配有雷招 其實大部分都配有雷招 其實都 也都是 在里魚龍的情況下 現在可不可以風速9 一個火 他感覺竟然是熬得住 巨金怪在這個位置熬得住 真的非常之重要 這個時候 Johnny 用了這個攀布 成功收下這個風速9的頭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turn會做些什麼 卡浩奇奇用回這個逐流 就打中了兩邊的 而逐流的招 其實會有一定的機率 降這個命中率 不好意思 開口中 但其實是這樣說 當這個里魚龍 其實被人降低了這個命中率之後 無論他本身100%命中的招式 都會變得有機會容易錯過 現在可以看到Johnny 不是 小謙這邊會用一隻龐岩怪 希望可能低速之下 可以用這個 兩邊的低速手 可能龐岩怪會使用一些 岩泵 可以令到對面可以有一個 就是脅的因素 對面Johnny 都是希望可能 要盡快幫他的卡比 就設定很長 沒錯 另外就是剛剛這個 降低命中率 而Johnny後面剩下兩隻精靈 其實已經沒有得 再換走一隻里魚龍 去做多次威嚇 或者reset剛剛這個命中率的下降 所以都有這個運氣成份 就看看發展如何 好啊 其實可以現在看到 里魚龍其實他的血量會比較低 其實有機會對面龐岩怪 可能一些招式對他做了很大的分別 如果可以看到里面一個 攀布打到龐岩怪 打了差不多多於一半的血量 而卡普 Fini就使用了自然的打到卡比獸 希望在卡比獸強敗之前 盡快打死卡比獸 卡比獸吃他的大回血 繼續回復一定的血量 可能是可以準備強化了 這個時候卡比獸用了這個 布欣打到這個棋棋 其實這個傷害都很重要 就是看回 會打了多少傷害 然後看看之後幾場有沒有 很棒 而這個時候龐岩怪 Finch了 就是 Pokemon是什麼遊戲 Pokemon是雲遊戲 為什麼剛剛龐岩怪 會動不動呢 其實是因為李魚龍 剛剛拔那招的水招 是會有一定的機率性 令到受到傷害的精靈 會膽怯 而不能動 其實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李魚龍 然後龐岩怪 卡比獸他們 其實他們現在都五五波 但幸好現在只是三盤兩勝的第一局 大家都只是互相揣摩一下對方的一些道具 或者一些招式 其實都可以的 這個 這個 非常重要 看看 兩邊的 位置是怎樣的 這個時候 Johnny的李魚龍首先保護 就是 卡比獸 卡比獸 用了自然之路 攻擊卡比獸 然後 再用寶欣來打這個 而龐岩怪 這個時候 就會用這個 岩崩的 都打得不錯的傷害 而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 沙塵布 都非常大影響 因為 其實Johnny那邊 的精靈 都是比較 比這隻 奇奇慢 而 這個沙塵布 令到他可能 是逐流的 攻擊範圍之內 其實留意 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李魚龍 是場上最快速度 但無論他打向哪一隻 都其實只是 收到其中一隻的頭 或者兩隻都收不到 但一個龐岩怪 可能一個地 或者一個硬分 可以把兩隻一起收 其實Johnny現在 十分之危險 這個情況 我都很認同 但是 奇奇剛剛見過 兩招其實都有 這個命中率的問題 那就是 事情要怎麼發展 要怎麼看 啊啊啊啊 攀岩打不中 攀伏打不中 然後 這個 逐流呢 兩邊都打得中 其實剛剛 如果Johnny 只要攀布 其實龐岩怪 有一定的機會 會直接離開 現在這個戰鬥場 其實都會可能 令到Johnny 可以繼續保持 一隻李魚龍 和一隻 Tapu Finney 一起打 其實有機會 會是Johnny 贏的 但很可惜 Pokemon 運氣因素 都比較佔有 一個遊戲 所以其實 沒有辦法 情況之下 現在Johnny最好的 就是會知道自己的速度線 或者對面 其實一些招式 或者 可以知道Tapu Finney 他有一個黑霧 其實巨金怪 會不會依然是 你繼續選擇 就是另一個問題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剛剛這場 雖然有運氣的因素 但其實都真的 非常接近 很五五波 所以 都是一場 非常精彩的比賽 亦都見到兩邊的選手 其實他們 選擇控制他們自己的場地 都是控制得很好 就是他們每個都 找到自己的 Win Condition 就是 怎樣去贏這個比賽 所以 其實兩邊的鬥法 我覺得非常精彩 是的 其實當兩邊對手 其實他們的 怎樣說呢 他們的戰略 或者他們的戰鬥意識 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運氣影響很多 當然剛剛我們在改場 我們都看到 其實Johnny 真的很可惜 因為一招攀布的 令他損失了 整場的勝利 但不要緊 其實現在只是BOV 其實今天是香港 其實第一次 是一個瑞士 就是採用三盤兩勝的 一個第一次的比賽 其實都令到香港的玩家 其實可以有一個 練習和進步的機會 即使有運氣的因素 都可以有 可以避免得到 或者可以更加 即是再接再禮 沒錯 這個三盤兩勝制 除了考驗 除了令運氣的因素 沒有那麼大之外 其實都很考驗 這些玩家 怎樣在一場的比賽之後 他得到了他的資訊 怎樣去運用他的資訊 來adjust他的計劃 我們看到Round 6的第二場 即將開始 兩位選手都在選擇他的精靈 那究竟會不會選回 小謙會不會選回 剛剛成功贏到那幾隻呢 還是會轉一轉這個game plan呢 而Johnny又會不會選擇其他的精靈呢 請等待幾十秒之後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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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其實如果小謙再贏了這場 其實小謙就可以順利地入到頭八 明天的決賽 即是叫明天的淘汰賽 那現在可以看到小謙 選擇用這個鳳神犬 和這個卡博奇奇 還有對面Johnny 是使用巨金怪 和這個李如龍 其實可以看回 剛剛小謙和上一場的開發一模一樣 但反而對面Johnny不同 就是他的李如龍 終於是手法出場 並可以做一個威嚇 他威一威嚇對面 其實高速狗的一個攻擊 其實可以保護自己巨金怪 剛剛都知道一下子的火招 其實打不死巨金怪 是的 還有 但值得留意的就是剛剛威嚇 其實奇奇在場上 他可以再次用這個黑霧 來reset這個威嚇 還有如果龍想 龍舞 巨金怪獎 高速移動 都是可以受黑霧影響 但是小謙 會不會在現在 只是單單一個威嚇不到的情況之下 就會直接去這個 即是被人威嚇了 即是被人威嚇了 即是開黑霧 就未必的 而Johnny呢 就放上這個卡博蝶蝶 其實可能是希望可以 即是 餵一餵 即是打一打 風速狗 這個時候 鳳常犬就保護回 那看一下 雙方會用什麼 奇奇都是用回自然之路 就打向巨金怪這裡 其實都 非常合理 因為剛剛說過 火燒是打不死 這個時候 Johnny再次用這個 精神強點破壞球 即是打哪個方向 都很重要 自告精神破壞球 打向卡博奇奇那邊 究竟會打到多少傷害呢 是成功KO了卡博奇奇 非常之重要 因為卡博奇奇 在剛才的戰鬥裡面 簡直是MVP 現在在Turn 1 就已經被這個 超能set打低 即是為Johnny來說 是非常之大的優勢 那現在呢 小軒呢 就選擇派上這個立二 其實可能有機會 是想 幫一幫 或者做一個速度控制 但是其實 留意一下 其實場上面 其實風速狗 其實現在很危險 但是 當然巨金怪 就已經 正正已經是 風速狗的射程範圍之內 不知道Johnny 會不會選擇 放棄保護巨金怪 或者這次選擇保護 他用卡博蝶蝶 去令到風速狗 其實可以在這一 turn 離開現場 因為剛剛得知卡博蝶蝶 其實他的攻擊力 是可以足以 令到風速狗的傷害很大 而且現在可以看到Johnny 那邊其實直接換狗巨金怪 太怕巨金怪被人打 換上利月龍出來威嚇 再令到其實現在風速狗 其實他的攻擊力 其實已經連續降低了兩級了 沒錯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 換手巨金怪的play 都非常之合理 因為 暫時未見到電招 所以再加上可以威嚇多次 去保護這個蝶蝶 那鳳神犬都 愈無意外 就用了這個閃炎衝鋒 打到李月龍這邊 就拗一下他的痕痕 對 巨金怪剛剛換走得好 換上李月龍出來 去吃一招火焦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一個聯防 那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小軒 其實選擇了使用這個 欺騙空間 欺騙空間 其實可以令到 原本牆上 速度比較慢的精靈 可以變得更快 將整個 速度線 直接顛倒 那其實現在 很明顯上 就是這個小軒 會比較有速度上的優勢 但是其實 對面兩隻都不會受到 他太大的傷害了 沒錯 這個減移的攻擊力 風速9 其實不是太大的影響 再加上 Johnny後場 可能會換上 隻卡比獸 所以 雖然 這個小軒 控制了這個速度 但是優勢都未能夠 能夠回到他那邊 小軒 會不會換走他的風速狗 換回一隻 可能令風速狗可以繼續保留 或者等之後 被人降低的能力回復 現在巨金怪又放上演場 立意選擇一個十萬伏特 打去 本身鯉魚龍地方 其實現在換了巨金怪 剛剛好開石 捱住一個十萬伏特的傷害 而風速狗使用一個火招打去卡比獸 其實傷害對比 因為已經降了兩次 其實已經不大 而且卡比獸 已經直接把風速狗打死了 沒錯 剛剛見到 其實碟碟 他的受傷害 都不是太多 而 Johnny剛剛見到 立方獸耳 其實有十萬伏特 這招 對他有鯉魚龍 這方面 其實都非常重要的資訊 現在最麻煩 就是在這個氣空之下 龐岩怪是比較低速的精靈 他終於上到現場 他會不會選擇 可能是一個岩崩去協助對方 或者是一個地震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其實最大機會可能就是岩崩 為了保護自己的立意 其實因為 小軒都只剩下兩隻的精靈 沒錯 那麼呢 另外卡火碟碟 其實吃了一個火 就是火招 其實 都 血量 未必說頂到 龐岩怪很強力的岩招 那 所以現在還有三個 的欺騙空間 小軒就要好好地把握 了 Johnny 就換走了這個卡火碟碟 換回 魚龍 上來都幾高血量 那就 希望吃到一招岩招 和可以做回一個威嚇 因為現在小軒 其實只剩下兩隻精靈 龐岩怪 即使受到威嚇 都不可以換走 去換回原本的 被人降低了威嚇 而Johnny 現在 不是 小軒這個時候使用一個Z技 龐岩怪的Z技 就是這個 偉天滅地 巨岩罪 究竟會打向哪一邊呢 後面 就會打向這個 鯉魚龍那邊 看看威嚇了之後 能不能夠KO他 都是能夠成功 將鯉魚龍擊倒的 現在很重要的就是 10萬伏特 究竟能不能打得到 巨金怪 都捱不住的 就看看 剩下兩槍的 氣空 Johnny會怎樣應對 那如果 其實現在Johnny 即使換上兩隻很高速的精靈 如果Johnny的選擇 保護 都有機會可以 捱軟這個 飛騙空間 其實 希望Johnny 可以回復 他本身的優勢 當然 現在兩隻 實在太快 一隻carport 明明加一隻carport跌跌 Johnny 只能夠繼續去 去保護自己 對 那 就是在這個 有欺騙空間之下 那 兩隻carport都比較快 那 但是 剛剛龐行怪 其實用了他的設計 再加上 被威嚇了 其實 我想Johnny在這個位置 還有一些機會 就是看一下 他的 兩隻特攻手 能不能夠成功 去打到 比較多的傷害 那 其實 現在已經是BO3第二場的賽事 剛剛由小謙獲得一勝 如果小謙今場 贏了 Johnny 會變成一個 4-2 很難入到明天的 淘汰賽 希望Johnny 可以回復 他本身的優勢 可能打一個 給我們看BO3的第三場賽事 這個時候 尖石攻擊 打他 沒有成功 KO他 但是10萬伏特加起來 應該 就成功 打得低碟碟 這個時候明明會做些什麼呢 就用這個 自由樂體這招 其實都 其實我覺得 都打得挺好的 這個 因為知道 欺騙空間 其實只剩下一個 那 其實明明是 場上最慢的 一隻精靈 那 捱過這個 之後 欺騙空間就會完結 那 就看一下 可不可以 自由樂體 在欺騙空完 之後 有什麼 反省的機會 自由樂體 其實真的可以 將一隻精靈 夾上天空 並且 將他 下一招 才會把他 扔回到地 扣多少血量 你現在可以看著 其實 這一招 欺空 快要完結 希望Johnny 可以靠著卡扑 明明 十分之高的速度 希望可以將對面兩隻 做成一個很大的輸出 換回他的勝利 還可以回來了 卡扑明明這個時候 用自然之路 扣了這個 防眼怪一半的血量 但是 順利 這個時候 立方秀二 用這個自我再生 其實 有點危險 這個時候 不可以欺騙空間 但是 這個防眼怪 用了這個地震 那就 都 其實不是打得太多傷害 不過 如果再用多一下地震 其實 應該都成功 可以打下 明明的了 但其實 因為明明現在這個血量 無論兩邊 其中一隻就算死了 其實都可以 剩下那隻 對明明做一個很大的傷害 或者 其實 如無意外 其實這場應該是小謙贏的 就是會由小謙進入 明天的淘汰賽 然後 一個瘋狂 伏特打到龐岩怪 龐岩怪 沒有死了 十六隻血 當然 一個 立以一個 Ice Green 打到卡放明明 即使不死 其實兩位選手都知道 其實是由小謙贏出這個回合 已經 恭喜小謙贏了我們這個 4月29號的香港 這個 未成為 孫時孫的 六個比賽 成功是由五一 進入明天的淘汰賽 是的 那麼 Johnny其實他的 戰績是 四勝二負 都未說完全沒有機會去進入 明天的淘汰賽 希望兩位都 祝大家好運 就在明天的比賽中加油了 但是想說回剛剛這場我覺得非常精彩 兩位選手他們控制比賽的節奏其實都有他們的方便 但是可能Johnny後場上了這個卡扣的命名是比較蝕張的 其實我們明天依然會在Mikiki這個商場 依然會有我們的PC賽和我們今天這個Miss Season Showdown的Top8的淘汰賽 希望各位觀眾明天繼續看我們這個直播 各位現場的觀眾各位看YouTube直播的觀眾 以及可能看YouTube重播的觀眾 都多謝大家收看我們這個香港Pokémon電玩賽的Miss Season Showdown 我們明天的淘汰賽再見大家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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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Live的各位就明天再見了 拜拜